今天这个情况有点日全时 开头开了多有八回之多 开的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这事影响太大了 刚刚整日 我们刚才本来观众该看的这一集应该很精彩 非常重要的信息给我们的观众 对 没了 但是这个技术原因 他从开始一次我们也不讲了 是吗 今天的这个屏幕是吧 全国的屏幕都被日所占据 对吗 全是日全时 都日了 文道你没看吗 我怎么看 我这个说了吗 我说我上午起来的时候八点多 我就等着 后来等等不对啊 人家说好像是九点二十多分嘛 那我就不在意来 就在房里吃东西啊什么 结果过了一会儿 我再看看哎 怎么原来八点都过了 过了头了我就说哎那又算了 到了九点多人家又说哎呀日时了日时了 我就看看没有啊 好像反正我就完全错过我到现在都搞不清到底是几点 我代表天狗告诉你下辈子见吧 下辈子你也见不着五百年呐 日片时容易见我们在香港反正是看日片 不过这个也是好像是五十年来香港最大规模的一次日片 哎呦吃掉了四分之三你知道 你看到最快我又看见了你知道吗 在自己底游那个专门的眼镜我没有吧 我拿俩墨镜凑一块 不可以的啊 你这是违法你眼睛开去看眼科医生去 对我是觉得中间周围都看见了就许老师的脸是空白 我告诉你最土的方法是我是找出一大堆的旧的那个底片 他们说你实在没办法用一批底片就这样 这个底片那个吸缝不是有有有格子的吗 晃了一下我接下来半个小时眼前都是日日日日 但我告诉你啊 这个云层起了墨镜的作用 这个有一会儿这个这个日片时啊 哗他进入了云层 哎呦你就像看月亮一样 你明白了吗 就是你可以直接裸眼这么看了 真好看吧 好看就像一个月牙啊 到最后像一个月牙 你真看到香港也能看到这效果 对啊对啊 这人真是 这人老在书家里啊 枉为中国人 枉为人类 对啊 我是举头望黑月低头似故乡 这个这个 这个就是月嘛 没错 打电话的上海 上海那边是戚风残雨啊 暗无天日啊 他一下全黑了 可是下雨 什么都看不见 我还好没飞 不过他们说很震惊 还是很震惊 为什么震惊 你想好好地排天一下全黑了 就跟晚上一样 嗯 这要在古代的话 那不就就人心 没错 有一个地方的狗 本来哗哗叫 但是日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狗哗 全没声音了 他以为晚上了 啊 又日到一个什么程度的时候 然后这个所有的鸟 哇哇哇就叫起来 就很好玩 你看这个我收集的各地的那个封建迷信的资讯都在哪 别乱说话啊 现在维稳为证啊 这个不要建的日识讲封建迷信 绝不是封建迷信 这是自然 大家观察到的自然现象 你看日全石嘛 就是说有一个地方的这个鸟啊 没了吧 这资料给保安部门拿走了 今天真奇怪了 今天真奇怪了 日全石呢 算了 最早 你们知道 连网络都很紧 最早中国古代的记载日识啊 最早是中国记载 天亮两次 对 他们那个时候记载的就是说天 但 就是说因为他就是天亮了 没了嘛 在下潮 我跟你说咱们讲的时候配点这个气氛 虽然所有的屏幕今天都日了 我今天出一种我个人迷信的理由 我认为这五百年一遇的图像 必然要在枪枪三人行里出这么一次 对吧 文道我也给您补补课 好好好 你瞧瞧 哎 那个 这是 这个这个人家这正宗的啊 拍到的 刚刚开始 你瞧 缺了一个小口吗 哦 吃了一块 哎 又来一块 你瞧 黑 你要想象黑的部分就是月亮 嗯 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条 月亮的影子 咱们看到的就是 你说 这到最后 我的他们还挺有点术语呢 还什么声光呢 还到一个地方 周围一边缘就声光 对 很多人就 然后跟着日缅就出来了 然后他们就把后面那个一闪一下叫什么钻啊之类的 哇 你瞧 这个情景状况 这是在哪拍的呢 中间一块 很多地方都有啊 武汉 最先是印度 印度 然后重庆 武汉都有 一大袋都有 我听人家说下午 我听说印度还出事了 就印度比我们封建迷信的多嘛 所以印度呢出现了就是有些医院本来接着孩子还怎么样都放下不管了一起出去看 哪有这样的 这急诊室也先关门了 天空悬挂黑太阳 是吧 他们是注意的这个意象 天空悬挂黑太阳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让我想到很奇怪的东西 就你你以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 就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景象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我这么讲吗 科学点讲 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地球上我们看到东西是因为有阳光吗 没有阳光什么东西都看不到 我们现在地球上我们看到的这个阳光 它是八分钟前的光 从太阳来到地球要八分钟 所以这就挑战了什么叫现在这个想法 比如说我们说现在我看到了什么 没错 现在你看到的东西是八分钟前的光照出来 这是我小时候最最困惑的问题了 说天上牛郎之女的星是多少万年前来的 对不对 你说那个星光发出来的时候还没有人类呢 那远没有 没错 你抬头温总理说仰望星空 康德也说仰望星空 是为了什么 你忘到的是宇宙的历史啊 一百亿年前发出来的这个光 这个光旅行一百亿年 你知道我更让我大惑不解的是什么 也不是大惑不解 我总在跟人讲一件这样的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状况 什么叫刹那也是永恒呢 假设说在离我们一百万光年之外的一个星星上 有一个望远镜 再看我们现在这个千千三十天 假如咱是露天的 对吧 再看 那么理论上讲啊 等我们今天聊这个日全时 到他们那的时候 是一百万年之后了 没错 他看到 对吗 我们早不在了 我们已经不在了 可是我们的这段录像啊 还在这一百万光年的距离里旅行 你你明白吗 如果是只要有光线 只要有光出去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段 这一刹那 这当时当刻 在一百万年内 只是在宇宙的不同位置上 可是实际上 他永远存在 这个合乎物理吧 所以而且还有一点 就我们现在抬头看到的星星 也是一样的道理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星星 是不存在的了 有可能不存在了 已经不存在了了 对 他可能早就没了 早就没了 我们只是还看到他的光 这两个事情 我是真是永远永远想不通 一个就是说 假定他们讲的都对 太阳系 银河系 什么什么恒星 那就你跑到了 最远外面的那一个 那再踩出去一步是什么呢 没有 那是因为 永远没法回来这一条 因为宇宙是有范围的嘛 那永远的问题 是范围外面呢 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 任何范围外面 又要有一个这个东西 对不对 不需要了 所以这个东西 是我小时候 最早就在想 这个问题是永远想不通的 过去 据说有些 这个这个物理学家 就搞那个高级理论的 他们大概能想通 但是难以为我们一般人的头脑所理解 比如说有一种说法 叫做什么 有边无界 对 好比说你假想 它是一个球 你到了对人 对人的恒星上 对对对 不是 这整个这个宇宙的这个样子啊 它可能是一个这样的 像一个圆圈 它永远没有完 永远没有完 其实而且也不是圆圈 是因为你刚才这个说法 你是假定了一个三度空间的 我们现在的一般的欧式几何的原理 但是你换一个几何学系统呢 是没有这样的边的问题的 就没有我们现在所讲的这种边的问题 那么这就是说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只要你 其实人呢 从童年就想这个问题 对吧 宇宙有没有边 这个有边的话 边的外面又是什么 我觉得啊 只要你老想这个问题 你就会明白人的有限性 对 你这问题想不明白 这说明什么呢 你这个大脑里头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 理解不了解释不了 我们所处的这个 不不今天上午 我总算相信他们不是胡说八道 怎么讲 因为他们算的这么准嘛 说明这些东西不是乱来的 我一直在怀疑 他们这些评论学家乱来 这都是人的脑子里 你知道这个 按我刚才讲 空间已经不理想象 这是能推算的 时间 你也很难思议啊 假定你斗文涛 是一个宇宙的话 那太阳 就是你鼻子上的一个青春痘 它昨天刚生出来 假定人类是这个青春痘 是你这个人的话 你这个人 就是一个青春痘 所以你说多渺小 多渺小啊 这个 当然 真的就是 小蚂蚁 那么一个 反正今天早上我相信了 他们不是胡说八道 那当然了 中午 到中午前唐朝啊 就是 对 早下是日全时嘛 中午就是 前唐官朝 前唐大朝 也是在你家乡的 今天晚上很多高朝 月亮靠得太近了 好 今天晚上要祝兴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文大师 给解答 解答解答 不是 我就说刚才我们提那个问题呢 就是你还要注意一点 我们不只是 宇宙是一个 能够画得出范围的东西 它而且还在不断的扩大 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往回说 但这都是人类的认识啊 对 你能假设是能够证明的 宇宙的扩张是被证明的嘛 就是因为二十世纪初就有科学家用望远镜看到一些光线的变化 就能够推测的出来 推算的出来宇宙的扩张的速度甚至 因为你其实道理很简单 宇宙要是不会扩张的话 我们现在往头一看呢 就满天都是星星 这应该是一片光幕 理论上抬头看应该是光幕 为什么不是一片光幕遮住我们 而是黑夜中一点一点的星星 是因为他们的距离拉开了 他们原来就往外扩散了 我知道这一处 就是哈勃那个望远镜 立的功 突然你知道有个东西叫红仪吗 就是说一个东西要是在一个发光体 离你越来越近 它在光谱上就偏蓝就高 但是呢它要逐渐离你远去 这个能量越来越远嘛 光谱上就偏向红 就是说这些星星都在往外 哈勃望远镜就发现 怎么所有的星星都在离我们远去 那远的 然后呢 这些问题 它在各个方向上都在平均的 平均的远去 这就说明它这个在离散 你知道吗 这就说明所有的和所有的之间 就像我们人与人之间 你看发展的这个轨迹 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其实宇宙间各星体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但是当然各种各样的假说都有 就是说这玩意远到一什么时候 它会回来 荒唐又回来 那就完了 就完了 要是回来的话 你会看到无数的星星 正在挽回我们上空接近 嗯 那是有那一刻的 那个那个美国的老师拍地球末日的电影吧 最近那个拍得好 那个Nikolas Cage那个 那个 他本来都是大美国主义 最后能够拯救地球的 不管什么灾难 对不对 这次他最后的时候是拯救不了 是太阳的一个光波 最后地球被毁 他毁之前那一段 他贝多芬第四交响曲的一个 他开了一个车 在纽约街上的人在一片混乱 他就听着这个音乐静静的 然后回到家里跟父母站在一起 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了 接下来地球就真美 哇 这个电影真的拍得真好啊 不过我们今天要讲讲 我们是我们人类 人类 很难说的 其实你太阳要一发一神经 我们是很容易完蛋 很难说 不是 地球完蛋之前 人类也会完蛋的 早完蛋了 你没有什么理由 就好像地球生存了很多年才有人类 对不对 他们说有好几计的文明 可能你比如金字塔 不是也有人提出来 说有可能是一万年前的 等等 就是也有可能地球上出现过一种什么文明 不过这很难讲 就算是 现在一般科学是不会赞成这样的讲法 这大家共识 因为很难确认 但是能够确认的是什么呢 就假如我们地球有24小时 人类在上面大概是站了几秒 那恐龙都还站几分钟呢 如果地球是24小时 人类是几秒 那这个宇宙就是百万年 你能靠几秒的人来认识百万年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最大的困惑 你这么 咱甲丁说是个地球 靠一个文字打一喷嚏 就全知道了 其他的人都不知道 不过话说回来 这就叫谦虚的美德 它永远是有真理做基础的 因为你太渺小了 你知道吗 太渺小了 可是你知道渺小的人类 最近提出一个大胆的方案 你们看到没有 这是我看到的 不是科幻 是科学方案里边提出的最大胆的方案 你看到没有 美国科学家提出来的 说一千年以后 人类可以居住在火星 他有一整套的科学的方式 他说先要把火星的 做一个什么化学的一个工程 使它的零下三十多度的温度 变到人能够适应的零度上下 这个要几百年的功夫 然后才去制造一个什么东西 用人类的方法 建立一大堆的东西 使它空气能够到地球 稀薄的五分之一这样 但是人呢 这个时候就可以戴着头盔 离开辅助设备 在上面行走 然后再经过几百年以后 人类可以渐渐的移居火星 这个是一个远大的计划吧 美国已经在制定更具体的计划 就是灯火星的计划 哎呦 他们说不跟中国登月亮 他们接下来下一步目标 是五十年内登火星 这个是实际的 不像我们刚才讲的 这人对科学有这么从 这几天那三个登月的那个太空人 我觉得还对美国政府发牢骚的 就是说当年就登了月亮 就说over完了 就不动了 他们提出的就是说 我们还应该这个往火星上面去 他们说的就是这样 其中那个Edwin就一直说 他觉得最有趣的是火星 月亮没有去 不过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计划不一定能成功 为什么 因为首先派人去火星 就非常困难 因为你要知道 从人到火星 从地球到火星 要掌握一个空窗期 那个空窗期是两年一趟 所以你说派人去火星 还要改造上面的生态 然后你光说派人去来回一趟 就是三四年 这中间会出什么事 没人知道 然后呢 而且还有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要知道 很有可能 在这个你一千年的 殖民火星的计划 还没完成的时候 我们地球 人类首先已经完蛋了 就像残杀 对吧 但是我们在听上去 好像闲聊吧 我女儿这次到苏黎市 去读一个班 她有个同学 我现在讲的是 百分之百真人真事了 她是忘了是 Yellow还是哈佛的 一个美国的学生 她要读遍所有的好学位 学科 她全部设计好 一生准备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去火星 不是series的 什么酒吧 贵的晚餐 什么公园都不去 永远在读书 读好的学位 已经到了非常好的学校了 她说她为了这个目标 她要付出的代价 就是要living poor 就是一生做穷人 就是她的这一生 就做穷人 读好学校 为这个志愿负责 而且她非常series 来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除了美国太空中树以外 中国有没有可能 就是在今后几十年内 她有没有通过中国的手段 去火星 我现在讲的是 百分百的真人真事 就有人这样 把一生已经立好 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子 已经这样 是非常高智商的人 有志者是进程啊 中国人说的这句话吗 全世界绝望的人 都来找咱们伟大的中国人民吧 对吧 我们帮你圆梦 他们后来想想 还有中国有希望 除了美国的这个太空中树 我觉得怎么叫输出价值观呢 在未来全世界上 应该还出现一种中国梦 对吧 中国梦 中国梦就是火星梦 火星梦 对吧 全世界人民 谁想着那些不可能的任务的事 找我们中国人 没错 我了 我们帮你 是吧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说咱们中国梦 对吧 中国现在也是一日千里 科学改造改天换地 不是 我给你先看一张照片 美国梦是奥巴马 咱们来看看 奥巴马出现在中国的广告上 哎呦 我觉得这玩意儿 有没有说是这个 这个有没有给他广告费 我很怀疑 这是 这个网上讲啊 是中国的某一款山寨手机 这给他他也不敢收 奥巴马 他被共和党骂死了 不是 我觉得这个道 是不能卖广告的 我国的科技水平 不可以 但是这个东西到最后呢 他们还可以解释 说这个奥巴马 不是真的奥巴马 对 我们弄了一个山寨奥巴马 山寨 没错 对不对 这个人根本不是奥巴马 没错 这种事常见的 我跟你讲 中国梦咱们改天换地 改造自然 已经改造到什么样的迷幻程度 这个我原来在广东电视台工作过 这个广东电视台 社会纵横 这这这栏目 我都实习过 好像这个栏目的记者 最近说 广东出这事奇怪了 就是说广州市地质调查院 你什么山体啊 自然的这个山林啊 要是出现 咱们现在经常山泥倾泻之类的 他要出这个地质报告的 对吗 我这觉得没想到有这种事 地质调查院官员 当然最后调查说是个别行为啊 与山泥供应商勾结 对根本没有地质灾害的山林 发出虚假的地质灾害的调查报告 每次给我几万块钱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嗯 你知道吗 这个记者都放蛇 现在记者采访就放蛇 就去找这个地质调查院 就是说 看着一个 这个萌萌郁郁的 山林长得很好的这个山 说你写调查报告 说他山泥倾泻 地质灾害 这个山体受损坏了 对吧 要写这么一个报告 给你几万块钱 当场就写 写了之后呢 学术腐败 山泥供应商就去挖山泥 但他的理由是说 你看自然灾害嘛 这个山体结构有问题 我们要改 本来是不能挖的 我们要改善山体 所以就去挖泥 挖山泥 这挖山泥呢 挖一卡车能赚五百块钱 他一天的利润可以达到三十万 就这么 就就官商勾结吧 然后就是专门负责出报告的 好好的山 中国为什么 不不不 这讲清楚官商勾结 这出报告的是是科学家 是还是地质学家 还是调查院 所以这不能简单说是官了 那这里边是学术了 或者说是有官员身份的 学术人员 没错没错 还有这事 官学商勾结 这是三三个东西在一起 你说这种事 我都想不到的赚钱的招啊 说一个 咱平常走看见很多山给挖的 就剩下半个了是吧 原来说怎么能挖这个山 没毛病的山 可以说他地质上有了毛病 然后山机供应商就有理由 我给你改善山体 以免危险 但这个就很有启发了 因为他就说明一点 就是在中国呢 你不需要真的等我们中国 有能力上火星 然后你搭乘这个飞船上火星 没错 你只需要找到某个部门 给你发一张你上过火星的评证书 你就上过了 没错 或者是造一个火星 没错 所以我们中国梦是真的是 什么都能完成的 当然我们该打击还是打击啊 广州什么火土资源 毛五管理局证实 两名圣案人一位停职 接下来物件播出 走向2010 可是这山已经挖出危险来了 你有些真的一下雨 本来没事 现在真算 山体一停下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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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